Hello Vogu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Vivienne 徐若萱 接下來要帶大家看我的 Life in Looks 好期待喔 蛤 哇 這個是少女隊 我剛剛出道是以歌手出道的 不是演員喔 而且我不是站中間 我是站旁邊 中間是吳沛羽 左邊是王思涵 其實我從小就喜歡黃色 但你看我穿什麼顏色 從小是我姐喜歡粉紅色 我喜歡黃色 可以挑的話我就會挑黃色 所以我們兩年就解散了 沒有了 我們兩年解散是因為 中間有一位吳沛羽 他當時沒有要繼續 再走歌手這條路了 所以我們就三缺一 因為我14歲開始就要 賺錢養家 突然沒有收入 很恐慌很害怕 那時候就跟公司說 那可不可以讓我去拍戲 那時候我記得吊鋼絲被吊到半空中 穿著古裝 頭套也沒戴好 然後那天下雨 徐媽媽跟徐大姐剛好來探班 然後媽媽就看我被吊在半空中 一直淋雨 她就覺得好可憐 然後她就跟我解說 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讓徐媽媽來我工作的現場 不讓她擔心 黑色餅乾 我是Vivian Shu 所以在日本他們叫我Vivian 我日本的老闆是個女老闆 她就看到笑琳小子這部電影的海報 她就覺得這張臉在日本可以發展 然後她就打電話給我台灣的老闆 請我去日本發展 沒有跟家人商量 一句日文都不會講 然後一個禮拜之內收了行李就走了 有時候會想家會想到哭啊 有一次我還記得真的不小心在節目上哭出來 我就說我要回家 我好想回家 哭得像個小孩這樣 還記得我們在紐約拍MV 然後頭上綁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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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黑色餅乾我都是中空妝 姐很時尚的喔 那是鍾翰良嗎 這一幅 阿輝啊 我身上是黃色的花 然後我是鞋背一個包包嗎 金曲獎 我為什麼要鞋背一個包包 我好堅持喔 時尚本來就不要盲從啊 自己想穿什麼穿什麼 金曲獎就是要有自己的風格 自己的個性嘛 大家有覺得我很奇怪嗎 那時候還是覺得特別可愛 可愛 哎呦 要做個不白的戀人 這造型真的很經典喔 它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舞台服 所以那時候好多人跟我一起這麼穿 在大家很喜歡這個日本的造型啊 日本時尚的時候 我那時候剛好在日本發展 那時候應該算是時尚 icon 我又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了 哪有人進取獎穿這樣 我是穿涼鞋嗎 徐小姐 Vivienne小姐 我必須要說 假扮的天使 是我 音樂叛逆的開始 第一次 我很執著 我活在一張專輯的完整性 不想要唱任何別人給我的歌 我不想唱 我只想要主宰我自己的音樂風格 結果那張專輯 宣傳運算最低 也賣得最不好 可是它卻是一張被很多音樂人聽到的專輯 但那段時間我很叛逆 我很喜歡去那個二手衣的舊衣服的店去找衣服 所以那段時間我是喜歡那個民族風有沒有 所以我就說 我又跟金曲講脫節了 我又活在自己世界裡了 還有又拎個小包包做什麼呢 手機也放不進去 那個小包包的意思在 我姐姐 我姐姐結婚那一年 我當伴娘 那天結婚非常非常多的歌手來 然後彭佳慧姐來獻唱了走在紅毯的那一天 所以因為這樣跟彭佳慧姐結緣 22年了 如果妳遇見妳那一個她 別為我放不下 我在東京路撿妳睡了嗎 這首歌 結果她就遇見了那個她 就是我這首歌的音樂製作人 然後她就放下了 她就真的去結婚了 因為我們是單親家庭嘛 然後我媽媽其實是一個很單純 很善良的原住民 那時候山上的學習環境不好 很算偏遠地帶很窮 所以媽媽就只有小學畢業 一個人這樣單親 把我們三個小孩帶大 所以姐姐其實就扮演家中的媽媽的角色 幼稚園的時候 我們兩個才差一歲 可是她好成熟 她幼稚園的時候書包裡面都帶著我的尿布 我會幫我換尿布 才發現說姐姐的愛有多大 然後她照顧我照顧得這麼細節 對 Dior 哇 這好像是不是 該不會是我第一次走秀吧 妳喜歡我的頭髮嗎 妳覺得那天我的頭髮可以更好嗎 妳會聊一聊啊 妳如果把身體遮起來只有頭髮的話 是不是菜市場買菜的時候 很多阿姨都是這樣的頭髮 因為頭髮的關係 妳就會覺得這個表情有一點姨媽笑 如果頭髮不是這樣 它就是一個甜美的笑容 我覺得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會改變 想要改變的是髮型吧 對不起了當時的髮型師 塞德克班來 這應該是 算是我自己第一次努力去爭取角色 因為我覺得導演一定很需要幫忙 這是我們原住民的事情 然後我就好像去找導演 跟導演說我們泰雅族龍山部落都可以support 我也可以進來幫忙 我就演那種原住民 但是被日化受日本教育的那個時期 和服就是要一層一層一層的穿上去 我自己穿不了 我不知道以前的人要怎麼自己穿 這個和服文化很深 威尼斯影展 登登 完全跟和服V不一樣了 我記得那天喔 風好大喔 裙子都飛起來了很美欸 那天我記得這套衣服是整個挖背的 就是這件衣服了 這件衣服就是適合去國際營展 我覺得在營展的紅毯上面 如果女人可以展現自己剛剛好的性感 是非常漂亮的 喔 我在自己世界的潘妮V又來了 我是去參加人家的婚禮欸 婚禮我以為婚禮是有一個景點 比如在搖滾 沒有啊 對嘛 這是我是去參加人家婚禮嘛 對不對 這個是關於結婚的談話題 嗯 我又活在自己世界了 喔 巴黎 我一直很想要剪這樣子的短頭髮 一直沒有辦法 因為有很多的代言啊 要拍戲啊 所以也不能太調皮 戴假髮就可以滿足這個 我想要剪像男生頭的這個慾望 那一天這個造型印象很深刻 我記得我們在租了一個白色的房子 很寬很寬很大很大 然後就在裡面到處拍啊 那不知道為什麼巴黎的空氣就是長得不一樣 你就是覺得 嗨 巴黎 很像我們電影裡面看到的 會出現的角色 因為平常自己很難把自己打扮成這樣 好珍貴的工作 嗯 嗚 龜寧宴 我爸身體不好 所以在巴黎島的婚禮 爸爸是沒有辦法飛過來 但是為了爸爸辦了這個閨寧宴 大家很喜歡最近我的一首閩南語歌 巴黎的由來就是從這一場閨寧宴來的 因為許老爹現在已經在天上了 可是許老爹是一個很幽默的人 他那時候在跟所有的貴賓 爸爸上台講話就說 哎 有什麼好說的 男孩子嫁了就巴黎了啦 然後全場就笑到了 謝謝大家喜歡巴黎這首歌 我一直想要跟爸爸說 就算我結婚嫁得很遠 我也永遠都是你的心肝寶貝 我覺得我跟台北時裝說 真的是蠻有緣分的 連續三年受邀 你知道 我真的真的很喜歡這一組照片 有些時候 那個氛圍 已經再也抓不出來了 你再穿上同一套衣服 你抓不出一模一樣的表情 攝影師什麼時候按下快門角度 整個就是天時地利人和 我覺得這也是很珍貴的一個moment 我一直都是很支持新的設計師啊 跟他們合作經常會撞出 很多意想不到的可能性 哦 不敗的 這個乳膠衣讓我差點休克 我才知道自己有多不會照顧自己 因為這個乳膠衣是完全不透氣 穿上去根本不用動 你裡面已經冒滿身汗了 所以我就讓自己不要喝水 然後我還要一直動一直跳很激烈 但是你已經脫水了 那你又不補水 因為補水之後 我上廁所我要從背後拉鍊 整個拉開 整件這樣子撕下來 全部都是汗喔 你這樣拉開 汗是這樣滴下來的 所以你整個這樣撕下來之後 要再穿回去 我永生不會再穿乳膠衣了 乳膠衣 掰掰 雖然你很時尚 再見 哦 窮方媽媽 近期的 這造型真的非常的講究 其實我去訂妝的時候 已經覺得這個戲 很注重細節 那個時候的高級 酒店的媽媽桑 其實不是隨便人就可以做的 他們都要懂得美姿美宜 要非常有智慧 腦袋裡面要裝很多東西 因為要跟客人談話 其實你在那邊的時候 就已經覺得這個 整個戲氣場很強 我去探班啊 包括我自己去fitting的時候 都是這個感覺 那果然他真的很成功 哦 Vivian 2022年9月3號 Vivian 徐若萱小姐的演唱會 剛剛其實所有的服裝 這個時尚的過程 這個look 也代表了 我這32年來的 重要的生命過程 我是一個很忙碌的人 我也有時候放下忙碌 我卻感到很孤單的時候 我就會寫歌 每次完成一首歌 知道他有也陪伴過 很多顆孤獨的心 我就會覺得寫這首歌 變得更有意義 然後那是我們的歌 我們要在9月3號 每一顆孤單的心集合了 大聲唱出來 把歌詞背好 但是把歌詞淑 在 CG